因為我覺得最浪漫、最夢幻的都在戲劇裡面 我們當演員那麼多 現實生活不太可能會這麼浪漫 會希望有親友嗎?還是就是私底下就好? 私底下就好 你要看高標的 對啊 可是沒有預設啦 其實也不是一個人的戲 可是現在的人不是你想要被偷偷的戲劇 沒有,不能這麼做 其實蠻喜歡反抖 其實蠻喜歡反抖 對 不是,我是真的 我想說如果長輩能接受的話 其實結婚也可以放反抖 就放反抖 我覺得很不錯 風間那種 對 然後全部都是認識的人 然後其實我覺得反而會有一個很溫馨的感覺是 大家都可以四處走動 對 因為通常我們如果是不打包回來的話 我相信他們那個我們吃過帶不會留著 他都擋掉了有點可惜我覺得 大家雖然是環保也要節省 尤其現在這種社會 真的要賺到一個綁鬥的桌前很困難 那東西一出來吃不完 最好是打包回去 越熱很好吃啊 你最近還是常常用工作出來走票 那都不會擔心確診的問題 我是每天出門都要塞 自己塞 兩體溫自己塞 那回去的時候有會睡覺之前晚會兩體溫 就早晚會兩體溫 對 這個不但是保護自己也保護大家 如果要出門的話一定要 就像剛才說把口罩打掉 我們說不行 因為人這麼多 口罩一定要戴著 那戴著不是說對各位維尼嗎 不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大家彼此互相保護自己 那我特別的就是說 每天早上起來一定就是先量體溫 那再來就是如果要出門的話 我一定就是先塞一下 看看今天是一線是兩線 對就是自己 對 所以好像已經對求婚啊 從婚紗那些已經沒什麼感覺 因為自己工作也常遇到 所以現在是消化的時候 會表現獨舞感比較好嗎 不會啦 就稍微回去吧 謝謝 哈哈哈 哈哈哈 謝謝 哈哈哈 會演一下一起嗎 希望 沒有 我沒有特別想法 因為我覺得最浪漫最夢幻的 都在戲劇裡面 我們當演員那麼多 嗯 現實生活不太可能會出門外面 會希望有親友嗎 還是就是私底下就好 私底下就好了 不要太高掉了 對啊 可是沒有預設 其實也不是一個人的習慣 所以現在的人不是你想要被扯的 沒有 不能扯 不能扯 JOHN 啊 你 啊 對